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岸边巨大的拖吊机具 慢慢吊起船上一个个大型货柜 协助卸载船上的货物 台东富岗渔岗外 8号贝里斯吉的货轮搁浅在岸边 已经两个礼拜 根据了解这艘搁浅的船真的太重 才会拉也拉不动 21号一大早 船公司组装而成的吊具 就把船上好多的货物 像是沉重的钢材和货柜 通通吊到岸边摆放 不过因为船上货柜多 加上还要考量现场风势 没办法一时之间把全部货物都吊到岸边 根据了解 稍晚还会有三艘的拖吊船 赶到现场进行船只脱离作业 贝里斯货轮的脱离作业 过去两周已经派遣船舰 经过好几次的脱离 可是不是拖到一半绳索断裂 不然就是货轮太重 拉都拉不动 现在只能等货柜全数卸载完毕 加上稍晚的海巷掌潮稳定 一举把受困已久的船只脱离岸边并拖走它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新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